富饶都不识好事情 发大财的人 无论是在古在尽 严于所谓 一家保暖千家愿 你发大财 是你过去才不识所得的国宝 如果你要没有智慧 可能这个就给你带来灾难 强盗 小偷 都把你当作对象 谋财害命 为了要财 把性命丢掉的 古今中外有多少人 你得想想 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钱的人 坏人对他不会起卧念 为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 我人看到他就说 你要不如我 所以说 富饶 要懂得 散财 中国现在是没有神了 在从前的时候 中国还是 对这个神明 非常敬重 神里都有财神 逢过年的时候 家家都要借财神 由此可知 这个一般民众 对于财看得很重啊 那么中国财神是谁呢 范利 春秋时候 岳王勾建的大夫 这个人聪明确定啊 帮助岳王勾建 血迟复国 忠心 真不容易啊 打败了吴王之后 他知道 岳王勾建这个人 可以共患难 不能共富贵啊 患难的时候 他用你啊 没有患难的时候 他觉得你是个人才啊 将来会可能 你会造反 他要把你收拾掉啊 岳王勾建 最得力的两个人 文忠 范利 两个人 所以范利是劝文忠 要逃避这个劝难 文忠不相信 最后真的 被岳王勾建 被岳王勾建 刺死 让他刺杀 范利呢 逃掉了 改姓名 改姓名 去做生意了 把西施带走 西施是他的夫人 改姓名叫陶珠 陶珠公 这他陶珠公 生意做得不错啊 做了几年 发了大财了 发了之后 什么 通通散 做这个慈善救激 全都散掉了 散掉自己 从小生意又做起 做几年的时候 又发了 发了又散 再从小生意做起 所以说 你命里都有财啊 写不掉的 越写越多 所以历史上讲的 三举三散 他懂得散财 懂得不实 懂得散财 所以中国人 把他当作财神 就让有钱的人 应当要学他 这是对的 有能力 经营赚钱 赚到钱之后 能够救济一切 平鲍众生 他的救济的时候 他连本钱都散掉 散得彻底啊 人家是救的 救济人 我总是淫于力的 抽一部分 他不是的 他全部散掉 这个做法 正确 完全正确 这真实智 这真实智慧 散完之后 一无所有 再从小时一做起 未经营又发了 发得很快 希望得财富的人 都以他做榜样 以他做模范 他 gallery 这财神 这财神 他 diplom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